它一开始出现的是气色的变化 如果你要不注意的话 它就会出现形状的变化 真的呀 对 就在我们两个内眼角之间 会出现一道横指 两道横指 最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三道横指 山根部位出现异常横纹 中医色诊学上 把它叫做笔褶心针 有这条横纹的中老年人 可要警惕心脑血管疾病 这道褶 或者是这些褶 它经常出现在中老年人 特别是容易出现在老年人 对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道褶 为什么我管它叫做笔褶心针呢 因为它代表着血脂膏 因为它代表着动脉硬化 因为它代表着心脏和脑供血不足 而这些病 基本上在老年人的身上 都或多或少的存在 它出现的越早 代表它的血脂越高 动脉硬化的出现的越早 心脑血管病出现的越早 比方说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首先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看侯耀文的图像 来我们看一下 侯耀文曾经夸赞自己 说我的身体是铁打的 我从来不生病 我从来不去医院 我从来不吃药 就发现了 它的鼻根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 对 一道横尾 两个内眼角之间出现一道清细的横尺 对 我把它叫做笔褶心针 笔褶说的是 它出现在鼻子上 是一道横尺 它代表着心脏的问题 它是心脏病的真相 如果大家看一看侯耀文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大家就可以知道 它脸上没有这道褶 后来呢 它的这道褶就越来越加深 在加深的同时 它逐渐出现了 人中慢慢慢慢地在缩短 说明它的寿命 已经受到了这个疾病的影响 所以呢 它在59岁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都觉得非常突然 实际上 在它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的七八年 它的脸上一步一步地 都在暗示着 它将来疾病的进程 和它最后的结局 我们再看一个 我们熟悉的电影演员 这个是孙道林 孙道林年轻的时候 他的鼻子上没有这道褶 对 等到中间的这个像 我们就会发现 明显地在心脏的色部 出现了一道褶 后来又增加了一道褶 两道褶 那么这两道褶 代表着它的冠心病 逐渐逐渐地在加重 王教授 现场好像有一位观众朋友 迫切地举手 想看一下是吧 来来来 这位 您看王教授 他这个 这个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它这个鼻子心征 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就是他这个鼻子下半截和上半截这个颜色是截然不同的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限 下面好像偏暗 王教授 那能不能这样 就是 叔叔如果王教授说点实话 不会下的问题 我会给你解决的 对 他一个是血脂膏 一个是动脉硬化 还有一个他有血压的问题 这都是客观存在的 对 平常脾气比较爆 对 所以直接因为情绪的问题 直接影响到了血压 所以情绪波动 血压就上去了 情绪稍微好点 血压又下来了 对 存在着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最要关注的 就是他的两个内眼角之间 这块区域颜色 比其他颜色要淡 就是这一块 特别明显 它淡 非常明显 而且这有一道褶 对 它跟他脸色比起来 这块颜色是非常淡的 说明他的心血虚 所以呢 如果我给你治疗的话 我会给你补 给你补心气 这样的话呢 你的心气足了 脂肪少了 然后这个症状 就会逐渐逐渐的减轻 把血压控制在140-190以下 吃点酱脂的药 晚饭之后 过一个小时 去快步的散步 这些都有助于你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了